乌恶风云轨绝 加上前一周公布的美国一月份 非农就业人口意外大增 通膨压力加剧 美股开盘后一路震荡 标普纳指与非半指数尾盘翻黑 道琼收盘近乎持平 美股四大指数多数下跌 道琼指数上涨1.39点 收35,091.13点 纳斯达克下挫82.34点 收14,015.67点 标普500下跌16.66点 收4,483.87点 非半指数下挫0.74点 收3,452.33点 欧洲股市方面 由于企业获利良好冲散的市场 对政策即将收紧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的忧心 在矿业类股上涨推升下 欧股今天反弹收高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上涨 英国股市上涨57.07点 收7,573.47点 德国股市上扬107.08点 收15,206.64点 法国股市上涨57.87点 收7,009.25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接着 前线 二ęd 二 二 二 三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